下背部的放松 下背部的肌肉呢 我们需要一边一边的来进行 而不能两侧同时进行 因为我们下背部只有一根脊柱 只有一根腰枝在支撑 没有其他的骨性结构 所以它的压力会比较大 我们现在先用右侧来做饮食 现在是一个准备动作 双脚做支撑 然后臀部架空 把右侧下腰部放在泡沫轴上 右肘做支撑 左手用来保护头颈部 不要让头颈部太累 然后在这个位置上做一个 上下方向的滚动 如果你有一个部位感觉到 那个疼痛感特别强烈的话 他们在这里停留 保持20秒钟 然后保持20秒钟以后 等它疼痛感减轻 再继续做前后滚动 全程保持一分钟的时间 滚完右侧以后 我们与相同的姿势去换到左侧就可以了 反过来也是 好 我们现在演示一下左手 用左肘来支撑 右手来保护头颈部 臀部是架空的 双脚要做支撑 然后左侧的腰部放在泡沫轴上 跟右侧一样 如果有一点感觉到疼痛感比较强烈的话 我们就停止在这里 保持静置 20秒钟 然后再继续做上下的滚动 同样需要一分钟的时间 再继续做完